台海军敦目舰队爆发官兵感染新冠肺炎 根据公布的信息显示 这些确诊官兵下船三天 足迹遍布岛内实现是90多处场所 台湾地区领导人在英文除了表达遗憾 更是下令台军彻底检讨 但是此事对岛内社会造成的震撼及威胁恐难以估算 台湾联合报社论指出 疫情扩散期间 舰队为何还要按计划出航 台海军对外宣称一肩扛下责任 这一次台海军敦目舰队远航是否应该取消 如果说台海军可以自行拍板决定 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评论认为真正让外界不满的是 舰上集体感染的官兵下船后数日方才发行疫情 造成全台防疫破口 归根结底呢 问题的源头啊 在与民进党当局始终坚持不改的低筛查 这才是造成染疫官兵足迹遍及全台 社会惶惶不安的主因 根据调查 盘石舰337名官兵 目前已经有27人陆续确诊 其中返台后层就医者呢 仅6人 7人毫无症状 其余曾有不适 但是并未就医 台海军敦目舰队组成 近两个月期间呢 盘石舰一官共看诊 148人 其中5人发烧 但是登岸前都已经退烧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5个人啊 不在首波确诊名单当中 而其中的3个人体内 验出新冠病毒抗体 这表示呢 3个人曾经感染 如今已经痊愈 他们极有可能才是这一次 介绍群聚感染的传播源 从上述数据来看啊 疫情已经在盘石舰上 流传若干时日了 如果指挥中心对所有官兵裁剑 极有可能发现更多带抗体者 比起钻石公主号 邮轮 美国罗斯福号等案例 盘石舰上的感染幅度 与发病强度相对较低 军舰呢 在热带海上长期航行 舱间与甲板温差极大 官兵即首次远航的军校生啊 本来就意身体不适 如果呢 舰上未携带任何病毒 检测装备 衣冠把病情误判为感冒 或者是水土不服 其实难以苛责 换个角度来看 如果舰队出发前呢 就进行全员删减 即可提前发现潜在的 无症状感染者 如果官兵下船前进行普筛 也可能啊 及时隔离感染者 不至于造成这么大的社会恐慌 社论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民进党当局一直是忙于 所谓的口罩外交 在防疫上呢 却采取非常佛系的低筛政策 不愿意积极找出 潜在的轻症感染者 一味啊 仰赖量体温和当事人的主动报告 除了湖北返台民众被超严格的对待 欧美返台人士呢 只要是体温没有超标 自速没有症状 就可以不必进行下一步的筛检 台海军敦目舰队官兵的登岸检疫 采取的正是这种佛系标准 与指挥中心的做法呢 并无二致 民进党当局采取佛系筛检政策 可以创造低确诊的佳激 但是问题是低确诊的漂亮数字 是基于在分母不明的基础上 过低的样本数创造了疫情的黑数 也导致了疫情病理研究的困难程度 万一出现了未知的超级传播者 社会将如何应对呢 正当全台沉醉在三次零确诊的氛围当中 这一次台海军官兵集体染疫的消息 如同是一剂警钟 戳破了民进党当局防疫有成的假象 疫情已经在全球大范围扩散 民进党当局不能一直停留在 发口罩及所谓的口罩外交的思维 积极研发药剂疫苗 并且扩大筛查数量 才是当务之急 别再自欺欺人了 新环两岸快乐视频 我是宇璐再会 新环两岸快乐视频